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系列的视频其实想和大家说什么是 Real Number System 简单来说 即使我们平时看到的数字的一些分类 一些名称 在整个课程里面 有好几个关键字 我们一定要掌握 知道它在说什么数字 而今集就和大家说Integer Integer是什么 Integer就是整数 大家都不陌生 这些数字的发展 其实好像与人类的发展的历史很有关系 所以在发展里面 人类最初出现的数字是什么数字 是我们叫做1234这一堆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数一些东西 一个蛋糕 两个蛋糕 三个蛋糕 你自然就会有这些数字出现 这些数字那么自然 我们就叫它做自然数 这个Natural Number就是解自然数了 这个字眼在公开时不多见的 但是大家都要知道 反而Integer就是多见了 因为Integer和自然数 其实很相似很接近的 你可能都觉得 你的12345其实不是整数 没错 自然数其实是整数的一种 但是整数除了自然数之外还有其他的 我们一起看看 大家都熟悉的 Zero 0 0 0是不是整数 0是整数 除了0是整数之外 刚才出现了1 2 3 4 5 6 7 8 9 这些都是整数 那就是我们刚才见到的 Natural Number自然数 但是同时间我们又可以 改另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叫它做Integer 整数 但是加一个Positive在前面 即使变成了正整数 正整数 有正字不言有负 所以我们有正Positive Integer 亦有negative负整数 Integer就是整数 负整数 所以我们这里今集 大家要留意的 Integer整数 里面有什么例子 有0 有Positive Integer Positive Integer同时间又叫做Natural Number 亦都有negative integer 负整数 就是这么多 好,下一集会介绍 另一种的数字给大家看 下一集再见,拜拜